那银行有那么笨吗 银行现在股价它也很惊耶 那这个其实是说 因为很多银行股价是内部股价嘛 它的风险 因为它的股价没有 委外商有股专业股价是来做股价嘛 所以它可能是说 因为过去有发生过很多这种 抄贷或炸贷情况 瞬息 瞬息 再瞬息 压力真的好大啊 如果想知道 接下来房地产怎么布局 阿关在好房网和乌丹如一起来告诉你答案 记得哦 订阅好房网 开启小铃铛 因为精彩节目一上线 马上就会通知 大家在讨论蛮热的话题是 有估价师 难道是你们吗 说在行情比较混乱的时候 开始会有假高价超代潮来临 什么叫假高价超代潮 他指的估价师是你们吗 是你们吗 陈碧元是你们吗 陈碧元是我们的估价师 这个其实是他看到这个 他担心说未来就是说在调整信用管制的时候 尤其是现在房地产大家如果看坏的情况下 会不会出现定高层高价或者是说超代的情况 那因为这个其实是在提醒说 你银行有那么笨吗 银行现在股价它也很精耶 那这个其实是说因为很多银行股价是内部股价嘛 它的风险因为它的股价没有委外上有股 专业股价师来做股价 所以它可能是说因为过去有发生过很多这种超代或炸代情况 那可能是原因我们不知道啦 但是其实发生过很多次 那其实他提醒是说 当景气有反转的时候 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 所以希望说在做所谓贷款或者是说 在所谓这个成交价部分 其实应该要更小心去留意 避免这情况再发生 好 也就是顾佳社特别提醒 那么现在事况比较混乱 所以是不是会有假高价超代潮出现 那央行在信用管制上 会不会有特别的谨慎呢 会不会再寄出新的政策呢 那也要看美国的利率是不是会再升了 我来看一下美国的利率 会不会因为矽谷银行风暴 或者日行风暴 现在整个升息的脚步会减缓 那如果减缓的话 那央行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信用管制上 就不会那么样的严苛 那如果美国继续升息 那央行也许会有新的措施 我们央行的措施跟美国是紧密扣在一起的 操板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防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到YouTube订阅好防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